很多朋友们都说套圈到底挣钱不挣钱 今天他来了 走 这条街全部都是套圈的 包括后面全部都是 有一个套圈吗 老妈 玩会儿啊 玩会儿啊在这 玩会儿啊 玩会儿 玩会儿啊 玩会儿不重要 你说 你这天营业额冻 哎呀我都不挣钱 什么营业额 什么营业额冻 这是谁的钱呢 谁的钱 你看这么多餐位 你这生意最好的 你看又算让出货 那家餐也这么厉害 那不兄弟来玩会儿 行不行 行 交多少钱 一百个 我说人家两百个 这么多 对 来一百块餐的不拿 行行行 那我说学话 圈外的不贵 圈外的不贵 但是出货他们摆这个物件 这挺漂亮的朋友们 是吧我们说你挺漂亮的吧 老板那屋子就恐龙倒了 对咱这说来 这写着呢 这砸倒的砸腰的 咱都不算 我给您扶起来 能压圈吗 咱不能压圈 这不需要压圈的 只能单圈的 咱都不行 单圈 对 来单圈试试这边 来 这算吗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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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看 咱就是买动点圈 你这种东西 算 我把钱给你扫拿两个劲 我刚活怎么开啊 不是啊 刚开张本来就没生意呢 这没生意啊 你这样都开了截然力多了 这没生意啊 这也是啊 你看他们都是看年套的 这才来门听门说话还是 那这样子了 这一天消除我 我这天消除我 其实还是 没几没准 你好好说 好说东西我不要 全都不要 刚才拨的账也算摆给你了 那行 那给您套个点行吗 行 手就打开来 微信多少钱 微信 让我们看看 我们既然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今天就是说 想想想想 给大家说一下子 到底这个摆个摊位 这一天能挣多少钱 大概的 来您看看了 微信也就一千一千二 一千二百二十五 对一千二十五 不是一千二百五 对对对对 来猪宝 猪宝就少了 猪宝也就 刚一千多块钱 好不到一千 对 900多 好现金 现金 现金这年头谁用现金 你好好说 不可能的 多少绝对肯定有 行 现金也就那么两三百块钱 我看看 就两三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 咱就别看了 太少了 那你像你这个 好好说实打实打 行 像你这一天大概 就是你看这么多人 是不是 我看人比较多的 你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人比较多 对对 你像你这一天大概这个少了多少 也就好一点的话也就两千多吧 如果极假日的话会更更高一点 礼拜一买卖期 礼拜一到礼拜五多少钱 就一般也就一千多不到两千 但是极假日的话会高一点 周六日 为什么两三千对对 能流就比较大嘛 嗯 两三千两三千 你全部都刨出去的话 大概能挣多少钱 礼拜六礼拜日 是吧 刨出去其实也没多少钱了 毕竟在进货的价子 那是坏的呢 别说别的你好好说 那进货的价子没多少钱 我不知道 怎么就没多少钱 你看这货 你后面关工多少钱 那个 关工起码得两百多块钱 两百多块钱 找我一百多 龙鱼呢 龙鱼得两三百呢 是是是 不到两百块钱的 你那儿不到两百块钱 你突然进货了 进货这么贵 以后找我都可以了 啥不说找我都行的 就是 哥咱这儿便宜是不是 那儿生卖了 那儿行哪 那儿没问题 另外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说 碰了个底现在马上过年了 就是我们好多朋友呢 他想这个 也是想创业 想去摆着它 就是说 一般过年的时候 你们一般正常有些明天 就大年初一 一直到初七 就大概这个意思 这就比较高 就你平常要翻几杯了 差不多也就一两万 一两万 对对 一两万呢 它也是根据这个 选址 这个地方的摊位的大小 像一般的话 像它那个 十米到十米 这种摊位的话 还有这过年的 每天的大概 几万八千的 少说的朋友们 这真是 那这样呢 看老板这么诚实 那东西咱们就不要了 好吧 行 谢谢哥 谢谢哥 没问题 没问题 行 没问题 再见 撤踏踏踏踏踏 脚踏踏踏踏踏 实际上